就有每次跟我聊 就是你這個要去做 你這個很有潛力 就這樣做 很奇怪 事到就都不好 然後你坐在這邊好像沒事一樣 我就想說到底這個gap在哪邊 你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 我認為其中一個最 當下一個最基本的差別 就是了解風險 知道自己的風險偏好 不要只局限於在我只能未加工程上班 不要只是局限在這個系統告訴你 剛才我就是賺這個錢 然後就是要這個穩定 我拿這個系統的好處 但是我就是要做這個實驗 去找到其他的可以 去突破這個系統限制的一些方法 失敗就失敗 最慘不過就是他媽的吃乳酪飯去把妹 各位知道什麼叫避險嗎 用個最簡單的方式 想避險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我們大家聽過 集团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各位要了解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這個世界是一個不豐盛的狀態 都沒有什麼工具的話 你這很難避險 就好像是這個世界 如果都沒有保險公司存在的話 那你就很麻煩 你就是出事情 你就要噴一大堆錢 那因為這個世界比較豐盛 有保險公司 所以你可以去做很多這種調整 投資界他們很常在聊個東西叫做資產配置 那除了資產配置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個概念 你不希望把你人生的一些決策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但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把這件事情運用在你整個人身上面的避險 不只是投資 有些人可能說你現在把錢投資黃金 你現在把錢投資在可能你現在放美金那邊 風險很大 什麼之類的 我自己在現在人生的一些事業上的決策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這個地方爆炸的時候幹什麼 這個地方爆炸幹什麼 這個地方幹什麼 然後想好所有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下一個真理的決策 我知道我在冒什麼風險 比如說我現在冒什麼風險 我的風險就是第一個 其實如果網路出問題的話 那我影響很大 那這時候我就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 我有沒有其他的方法的東西去規避這樣的風險 那我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還有其他路可以走 好 講到這個點的時候我就要跟各位聊聊一樣 今天跟大家聊另外交易的一個概念 就是相關系數相關性的問題 你會希望你生活 無論是你的投資跟你的工作等等這個東西 你相信他們的相關其實是比較低的 舉例來說 我記得讓我在交易界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跟我講這個例子 很多人就是 但我公司很有前景 所以我要賣我公司的股票 當你在下這個決策 你知道幹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你其實沒有分散風險 為什麼 因為你的薪水 跟你的公司是 的成長是正相關的 你公司賺更多錢 你信任可能就會更高 統計上 這時候你又把你的錢 投在你自己公司上面的話 你其實沒有分散這個風險 因為這兩個相關性很高 你公司的股票跟你的薪水某種程度有相關性 在投資界 他們最喜歡做的投資主意就是盡量 讓你的資產的配置 他們之間的相關性是零 你不是負喔 有些是負相關 就是說他越賺你越賠 他希望是沒有相關的 為什麼我要聊這個概念 這些東西啊 都是在為你之後 當時事不好的時候 給你一個重量的抗壓能力 你不能只會玩順風局 你如果可以 有健康 家人安好 然後 你也嘗試過過的一些比較單純簡陋的生活 這樣講好了 其實你要知道就是說 人生就算你 歸零脫光光 就是輸光光 但我不會 鼓勵大家就是刻意去讀 然後輸啦 輸全家 我只告訴你 就算到了這個地步 就是還是一條男子漢啊 你最常恐懼這個點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的點是在於說 他給你一個 一個未來你在下那個角色的風險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底氣 因為你必須要知道說 你爆炸的時候 你最常的時候會是什麼狀況 你有這個準備 你有這個思維 你知道這個東西 你有預期的 這東西準備好之後 你再去冒一段風險 去為你人生去做更多的冒險的時候 你才可以比較理性 像我過去是從哪邊斷念來的 我是從旅行斷念過來的 當我當時在台灣住的時候 加班什麼話 臺灣真的是一個歡樂的環境 能又好 你知道可善 罵來罵去都是那些東西 走在路上也不會被人家 也不會遇到什麼安全問題 就過得很開心 安全 第一次背包客旅行 一個人被大背包 走在路上 跟人家住在這種 Hustle 我發現說 這還蠻爽的啊 窮窮的 然後旁邊那個妹子 蠻正的啊 可以跟妹子約會一下 把不把得到另外一件事情 但至少就是妹子也很正 他也窮窮人 窮窮他也可以跟你約會 就說那最慘的結果 就是人生最慘的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沒錢 然後把妹這樣 因為沒事幹嘛 也不錯 我講這個點是在於說 如果你可以提升或是更有意識 就是知道你自己的抗風險的能力的時候 不只是了解 像我剛離行後才了解嘛 你沒有離行過 大家知道嗎 沒有離行過 你就說我出國怎麼辦 出國錢 我要這個東西都要買 這個東西都要買 那個地方怎麼辦 到時候會被什麼都沒有 什麼的 你沒有經歷過 你就不知道說 其實就是那樣 沒有這麼可怕 很多東西都自己把它想太可怕了 所以當你理解這件事情 並且你在生活中 你提升這個抗壓能力的時候 當你有這一個抗壓能力 你有這一個意識的時候 你才敢去下一些比較有風險的決策 因為如果你懂交易的話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風險跟報酬 一、零都講爛了 你高風險才會有高報酬 這個事實上 如果有個低風險高報酬的話 一來輪不到你 二來就算出現的話 一下就沒了 你能做的最好的策略 就是怎麼樣更了解風險跟報酬比 然後下這個決策 然後看長期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也因為如此 就是如果說你更有意識的 無論是瞭解跟提升自己的 怎麼講 承擔風險能力的時候 你就有更多的選擇 去下一些比較高風險的決策 然後你才能 提升你的商局的能力